你们老家有一些奇怪的禁忌吗 我们老家就有个禁忌 绝对不要晚上晾衣服 特别是印着人脸的衣服 不然会招来四处游荡的阿飘腹上去 而鬼月的某天凌晨 我室友正巧要将一件 绣着女人画像的上衣挂上阳台 第二天 他便被挑选为了鬼新娘 滴答滴答一阵水滴的声音 将我从梦里吵醒 此刻已经凌晨三点 宿舍静悄悄的 大家都睡熟了 这莫名其妙的水滴声有些甚人 我们寝室没有通水管 试图再次入睡 滴答滴答滴答 滴水的声音越来越急促 听起来又像女人的戏高跟鞋落地的声音 不能真是什么好兄弟作孽吧 我往被子里缩了缩 老祖宗的规矩 任何鬼都不能碰被子里的人 啊 鬼呀 婉月 快救我 哐当哐当的声音震天响 谁在我对头的室友叶静悄 连滚带爬的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我耗下脖子上的辟邪的鱼精石 一把拉开窗帘 只见一个白色人形倒挂在衣架上 一张五官扭曲的脸飘在空中 叶静悄摔得满脸血 参坐在地上尖叫 我哆哆嗦嗦的无锦一惊石 什么恶鬼 胆敢放肆 无人应答 只有滴答滴答的声音 啪 一阵刺眼的白光照射下来 婉月 你们两个大半夜发什么神经 哎呦我 叶静悄 你怎么摔成这样了 另一个是有灵音端着盆子 从门外走进来 打开了寝室的大灯 此刻我才发现 那只悬空的恶鬼 只是一件十分精美 绣着一张女人脸的湿漉漉的衣服 我忙下楼将叶静悄扶起来 她还在恐惧中没有回过神 全身止不住地发抖 没事 没事 只是一件衣服 我拍拍她的背安慰她 灵音把盆放下 就这件衣服 给你们俩下成这样 大姐 谁会在凌晨三点晒衣服 何况刚进鬼院 你知不知道 晚上晒衣服 还是这种带着人脸的衣服 会招来殷起小兄弟的 凌晨睡眠不足 又惊吓一场 让我有些暴躁 我也不想啊 灵音无奈地说道 我对象室友 凌晨两点打电话喊我下去 说方旭喝酒掉进了泥坑里 人送去了医院 等我赶过去 她只说人在医院没什么事 让我先把她的外套带回来 我只好将沾满泥土的衣服 去水房洗干净 谁知道刚亮上出门 你俩就被吓成这样 方旭是灵音的男朋友 我揉揉脑袋 看着阳台上哗哗滴下的水 你确定你凝干了吗 或者你确定你洗干净了吗 听到我的话 灵音回头看向阳台 一脸不可置信 整个阳台的地面 都是大滩大滩的黑色的水 上面飘着亮亮的油星 像是湿油一般 散发着阵阵恶臭 我刚才在水房看着 明明都洗干净了 我还多打了好几泵洗衣液 怎么会灵音呆立在原地 而我怀里的叶静华 依旧惊魂未定 小声呢喃 不是衣服 不是衣服 是女鬼灵音跳了起来 一把搂住我的肩膀 轻轻推了推我怀里的叶静华 静华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大晚上的挺瘆人的 而叶静华如同磨正了一般 一直重复 那张脸就是鬼脸 灵音被他说得越来越害怕 缩在我身后 该不会 我对象在河里遇上什么水鬼了吧 水鬼附着在衣服上 婉怨 我怎么越看那张袖着的脸 越觉得诡异就婉怨 你看他是不是在笑 灵音惊恐地尖叫着 一惊一炸 吵得我也觉得瘆人的紧 算了 也不能一直这样 我去看看吧 我站起身子 在桌子的角落 拿出一个木盒子 这是我从专门做 阴阳先生的大伯那里 顺走的东西 我慢慢抽开盒子 里面是一盒黑土 是埋葬死尸的顶上土 将这种土活泥 涂于眼皮 再将土撒到斜雾上 便可阴阳互通 看见阴雾 我倒进一瓶盖的矿泉水 一点点涂上眼皮 一手握着鱼精石 因为心底有些发虚 我只得一步步慢慢挪过去 就在我将要走到的时候 啪 啊 停 我试图稳住呼吸 睁开全部的眼睛 左胳膊压着使劲颤抖的右胳膊 手中的鱼精石丝毫不动 而我窥似四周 无论是衣服还是绣花人脸 都没有附着什么东西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我愧疚地看向 身后下的脸色发白的俩人 不好意思 刚才看错了 不是石头洞 是我的胳膊发抖 此时 有人在走廊上大骂 你们寝室鬼哭狼嚎的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有没有点素质了 我跟他们一一道歉 总之 没有什么血碎 此时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夜的折腾 让我直接睡到了第二天中午 晚月 晚月 我被人从梦里摇晃醒过来 刚刚睁开眼 就看见他一张惨白的脸 面色难看 毫无血色 我吓得惊作起来 卧槽 什么鬼 片刻 回过神来 才分辨出面前的是灵因 与他平日里精致的模样 完全不一样 你这是咋了 脸色这么差 他面色复杂地看着我 然后抿了抿唇 我刚才在食堂 碰见了昨晚给我送外套的 我对象的室友 万明宇 我长出一口气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遇见就遇见呗 要说昨晚的麻烦 还是因为他 你咋不骂他一顿 灵因却突然拽着我的胳膊 面色越来越难看 声音发抖 可是他说他昨晚压根 没有见过我 那昨晚给我送外套的是谁 我吓得后背一凉 看着面前害怕的失魂的灵因 我尽量保持镇定 你确定 昨晚见的就是他吗 他重重地点点头 虽然我刚睡醒了 有些迷糊 但是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况且这衣服 就是我对象的衣服 他急得眼泪就快冒出来了 不停地捶着自己的大腿 都怪我了 就不应该半夜出去 我拦住他 现在不是懊恼的时候 或许他是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 你先联系联系你对象 看看他醒来没 问问他什么情况 我给我大伯打个电话 他可是老牌道士 有他在 一定不会有事的 他擦了擦眼泪 点点头 我们就开始了分头行动 我拨通电话 把情况快速讲给大伯 他紧皱眉头 鬼月初一送鬼衣 恶鬼七日后要娶妻 鬼月夜横死的 未娶妻的鬼 常常心有不甘 寻找陪伴 怕是你们寝室那丫头 已经被恶鬼盯上了 文涅如这说 可是 昨天我已偷你的黑土 活你敷衍 并没有看见什么东西 大伯突然瞪起了眼睛 死丫头 偷土这是改天再跟你算账 鬼衣只是沾染了鬼气 并不是阴雾实体 气只能靠感应 并不能一眼视之 怪不得 昨天我看不见什么邪物 我的鱼精石 却动得不停 那件衣服 应当是从那心死的鬼身上 吞下的 带着她的鬼气 衣服上的绣着的人脸 就是她心仪的新娘的模样 我看向阳台上那件 鬼衣的上衣 昨晚还未细细打量 今天这么仔细看看 上面绣的女人脸 虽然鬼衣扭曲 但是五官倒是 真的与灵雾有些相似 鬼衣悬挂之地 便是新人婚房 如今被选定的鬼新娘 与你们两个同住 你们寝室变成了婚房 你们两个默认则 成为了送嫁同女 丫头 这件事可麻烦了 我心头一紧 只觉得毛骨悚然 如果真如大伯所说 灵雾的男朋友方旭 现在应当已经死了 而灵雾则成为了 她的鬼新娘 在一番商定后 我们找到了破解的方案 敢在娶亲之前 定制四个纸扎娃娃 将我们三个 和鬼新郎的八字 分别贴上去 将鬼衣套再贴 有新娘八字的身上 然后将三个娃娃的手 分别和新郎捆绑到一起 切记 不要给新郎的娃娃 点上眼睛 她看不见 更容易混淆是听 大伯叮嘱我 取亲当晚 你们三个以飞狗血 混着猪砂涂抹到脸上 足可以迷惑那只恶鬼 如此浑水摸鱼 那三个纸扎娃娃 便可以替你们挡下这一劫 我将大伯的叮嘱 一一记下 事情有了头绪 我起身想找灵雾商量 灵雾 你别联系你对象了 方旭可能已经出事了 快把她的八字告诉我 刚吕顺的思路 重新被打乱 她男友方旭没死 那鬼新郎是谁 我看向身体 止不住发抖的灵雾 方旭告诉我 那晚 真正掉进河里 逆死的是她的室友 万明雨 死亡时间是凌晨一点 可是万明雨 给我送衣服的时候 是凌晨三点 而且今天上午 我又遇到了她 你说 会不会是她的魂 已经缠上来了 我脑子轰鸣作响 衣服是灵雾对象方旭的 死的确实万明雨 万明雨死了 却选定了自己室友的对象 做鬼新娘 莫非灵雾与万明雨 有什么仇怨 我将大伯的话 全部付出给灵雾 她控制不住的全身发抖 你平时和万明雨熟悉吗 我问 她已经害怕气不成声 手死死地把住我 我们也只是见面 打招呼的程度而已 况且万明雨自己有女友 为什么要选定我 婉月 你救救我 我不想做鬼新娘 我将她扶起来 她整个身子软塌塌的 站也站不稳 我刚把她扶到椅子上 静华推门而进 她已经从昨晚的惊吓中 缓了过来 看见灵雾这副样子 走上前关切地询问 这是怎么了 灵雾 灵雾抿了抿发白的唇 说话依旧不利索 方絮的室友万明雨死了 砰 静华手中的杯子 突然摔碎到地上 她慌乱地蹲下身子剪碎片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拿起墙角的扫帚上前清理 手没拿稳 我瞥见她的手指被划破 鲜血往下落了一地 可是却好似毫无痛觉般 低着头一声不吭 算了 你快去处理一下手指 别再感染了 这里我来处理 我将她扶起来 她眼圈红红地 木讷地走到了椅子边 我叹了口气 这两天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他们两个精神被折磨得有些萎靡 得尽快解决了 大学城周边的丧葬用品店 实在是少之又少 我只得跑到郊区的小市上 就在我挑选合适的指人时 却在店里看见了 万明雨 她低着头 垂丧着脸 死时定下契约取妻的鬼心狼 通常会维持正常态 可以在人间待到取妻那日 只是 眼前的万明雨真的是死人吗 我半信半疑 就在我犹豫之时 后背突然被人拍了拍 你是林音的室友吧 这人的掌心冰凉刺骨 让我全身站立 万明雨走到了我身后 我僵着脖子缓缓回头 是啊 好巧 你怎么在这里 她仰仰手中的指缘宝 一脸遗憾 我来买这个 你让林音节哀顺便吧 人死不能复生 她应当是不好受的 什么意思 她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方絮死的确实有些突然 也不知道怎么了 那晚喝了酒 她就栽进了河里 救护车来的路上遭遇了状况 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怎么会 她叫我有些不相信 拿出了当晚的死亡证明 还有一张照片 方絮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 当晚就是 我陪着她去的医院 我亲眼所见 我发誓没有说谎 看着她一脸真诚的样子 我已经听不进去 她后面说的什么了 方絮死了 可是方絮的说辞是 万明语死了 那晚究竟死的是谁 匆匆买完纸人 我打车飞速赶往宿舍 一路上 我不断拨打着林音的手机 始终无人接听 林音说 下午去找她对象 要万明语的生辰八字 如果万明语说的是真的 方絮是鬼新郎 那若是林音将计划和盘拖出 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紧赶慢赶之下 我气喘吁吁的回到了寝室 推开寝室门 林音还在寝室没走 我扶着门框 一边喘气一边说 林音 事情有变化 先别和方絮说 她端坐在椅子上 一声不吭 林音 我今天遇见万明语了 她说那晚死的是方絮 这件事我们得从长计议 还没等我说完 她站起身来 走到我面前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啪 一个巴掌重重落在我的脸上 顿时一阵火辣辣的痛感 弥散开来 你干什么 我呆愣愣地看着林音 婉月 我拿你当真心朋友 你却要害我 万明语 呵呵 万明语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帮她一起害我 说完 她瞥了一眼我手中的指人 猛地躲过去 不顾我的阻拦 拿起剪刀 剪了个稀巴烂 你方才出去 就是跟万明语商量着 怎么害我呢吧 我气急 一把将她推倒 林音 你倒是说说我要怎么害你 我跑了一下午 为了帮你解脱厄运 回来你就发疯 她从地上站起来 打开手机 我不耐烦地 看向她的手机屏幕 一张照片 看得我毛骨悚然 万明语死相极惨地 躺在草地上 脸上挂满水草和泥土 你好好看看 那晚死的到底是谁 我皱起眉头 这照片是哪里来的 林音冷笑一声 关上手机 方絮的爷爷 就是阴阳先生 他来学校探望方絮 刚好碰上我去找他 我将所有事都和他说了 指人招魂引路 红线牵着锁两魂 就算是万明语眼瞎 也能找到我 婉月 我到底哪里招惹你了 你非要出这种邪招数 他越说越激动 可是大伯不会骗我 况且 万明语也拿出了证据 究竟该相信谁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是万明语发来的信息 方絮的爷爷练的是邪术 林音估计已经被他蛊惑了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哄骗 不出意外的话 今晚他就会招方絮的魂 就会去找林音行床事 阴阳交合 让林音吸收更多鬼气 让他可以更早行阴婚 喂 我跟你说话呢 方絮的爷爷 自然会帮我摆平这件事 而你我会报告给导员 等着受处分吧 我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心中万分不安 我耗下辟邪的余晶石 塞进了林音手里 林音 你相信我 他们两方说辞不一 我们需要仔细辨别一下 任何一方都不能轻信 你把这个带上 可以保你平安 他甩开我的手 捏起余晶石 这又是什么准备害我的邪物 省省力气吧 宛月 他狠狠地摔到地上 然后转身摔门出去 寝室安静了下来 静华拉开床帘 小心翼翼地问我 宛月你没事吧 我将地上余晶石捡起来 没事 我扯出一个笑容 对静华说 随后 我将余晶石压在了林音的床下 不管谁说的是真的 就让这东西先护着他吧 我给大伯去了电话 将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了他 老头气得直跺脚 一派胡言 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说的方法都是实践过成功的 那个老皮肤敢说 我是害人的法子 他定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那块余晶石 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你把它放到那丫头的床下 任凭那个坏东西 怎么折腾也没用 眼看着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我慌忙安抚几句挂断了电话 这老头叫劲起来 估计要说上几天几夜 吃完晚饭 我就睡着了 不知道林音几点回来的 但是应当是回来得很晚 要不然第二天下午了 他的帘子还纹丝未动 直到快上课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要起床的迹象 虽然昨天大吵一架 但是总归也是有了两年的感情 我走过去 晃了晃他的帘子 喂 不想迟到的话就赶紧起来 没人回答 我又拍了拍他的床板 醒醒 依旧没有声音 我觉得有一次不对劲 平时寝室有点什么风吹草动 林音就睡不安稳 这次我这么大动静 他竟然毫无反应 林音 我一把拉开窗帘 眼前的景象再次冲击了我 林音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 头发散乱 被汗水浸湿贴在脸上 而他下身的被子湿了大片 他面色飞红 神色迷离 身体还不安分地扭动着 倘若靠得近一点 还能闻到丝丝恶丑 这种场面不用想 你知道经历了什么 万民雨的昨天的警告是真的 可是 即使是这样 我昨天已经在林音的床下 提前放下了鱼精石 怎么还会这样 我将林音扶起来 婉月 林音他这是怎么了 静华被吓得后退几步 我来不及和他解释 让他帮我拿来角落里 我用来驱闻的白酒 猛灌一口 扑 我大口吐在他脸上 他身体慢慢安分下来 脸色痛苦地呻吟着 我伸出手 在他床下妈撒 奇怪 我昨天明明把鱼精石 放在这里的 怎么什么都没有 就在我不停探找的时候 林音猛地坐了起来 把我们俩都吓了一跳 静华更是连连后退 小心 我提醒他 但是他还是被背后的椅子绊倒了 咣当 在他摔倒的瞬间 一个东西从他怀里滚落在地 我紧皱眉头 看着地上的东西 慢慢滚到我脚边 因为那是我的鱼精石 静华慌张地扑过来摸索 婉月 不是的 我弯腰捡起他 静华 你为什么要拿走鱼精石 他逃逝地 推开门跑了出去 我来不及追 一阵猛烈的咳嗽声响起 林音慢慢睁开眼 婉月 我倒了一杯温开水递给他 他猛地推开 水杯掉落在地 你要怎么才肯放过我 他朝我嘶吼道 亏我还相信你是被你大伯所骗 并不是真心要害我 可方旭的爷爷跟我说 你今晚就会联合万明雨对我下手 果然 婉月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痛苦地抱住头 疯狂地拍打着脑袋 你知道吗 昨晚万明雨入了我的梦 扒开我的衣服折磨我 他说 我逃不过了 我必须成为他的鬼新娘 又是万明雨 可是昨天下午 万明雨说 方旭爷爷会招魂 来与林音行床室的是方旭 若我死了 我必定拉你下地狱 林音还在疯狂地叫着 我拿出手机联系万明雨 可是昨天还唧唧喳喳喳的人 如今一声不吭 仿若人间蒸发 我决定会回林音口中的方旭爷爷 我点上了特条的香 林音在一阵宣泄后 又躺了下来 我从他手机上 找到了方旭爷爷的地址 是一家偏僻的民宿旅社 我寻着地址找了过去 一个穿着脏青色麻布套装的 枯瘦老头 躺在院子的椅子上 腰带上别着一个精巧的葫芦 还没等我走近 他就睁开了眼睛 远远地盯着我 示意我坐下喝茶 丫头 你脖子上的鱼精石属实是精致 他开口朝我说话 从颇有灵气的鱼仙身上取下的把 我点了点头 他缓缓坐起来 将腰间的葫芦把玩在手里 眼神变得阴沉起伶俐 若你不管闲事 这块鱼精石可护你度过此劫 但是你偏偏生出了多余的人爱之心 卷入这场是非 我心下一惊 握着茶杯的手抖了又抖 一不小心将茶水溅了他一身 抱歉 抱歉 他皱了皱眉头 放下葫芦 拿起毛巾低头擦裤子 他说的没错 若是我对这件事充耳不闻 即使被选择了送家童女 这块鱼精石也能保护我无鱼 白发人送黑发人 却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方絮死了 您固然伤心 但是您又何必再拉上 无辜的人垫背呢 你为什么让方絮 幻化成万名语的样子 入林荫的梦中 我看着他身后的小房子 窗户上贴着白色的喜字 门板嗡嗡作响 而那门前 长着一棵百年的银杏果树 阴气极盛 他恶狠狠地瞪向我 我很讨厌爱管闲事的人 特别是管我的闲事 既然你这么爱管闲事 你也跟着死吧 我抿了抿唇 站起身来 既然我和您说不通 那就等娶妻当日见分晓吧 他笑了笑 你以为你已指人 替嫁那些小伎俩新郎 就找不到你们了 毛丫头 奉劝你今早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想来你背后之人 也是有些本事可以保你的 我头也不回 不劳烦您费心了 我回来的时候很晚了 刚到寝室 就听见金华床上 嘻嘻嘻嘻的声音 伴随着难以启齿的交传 糟了 我拉开他的帘子 扑面来一股恶臭 和今天中午林荫的状况一模一样 我如法炮制 让他尽快安静下来 但是却仍旧是没什么效果 该死了 没有意识 我念起醒魂咒 又举着香在他头上转了三圈 金华似乎很痛苦 四处拉扯 万鸣鱼 快点恢复心智 我大声一吼 突然金华的身体一抖 一团黑气飞出 伴随着呜呜夜夜的哭声 在屋子里乱窜 落在金华手边的手机屏幕上 屏幕亮起 页面滑动 一张照片出现在屏幕上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半靠近半远离 男生捏着衣角 橘促又羞涩地战红了半张脸 笑看着女生 是万鸣鱼和金华的高中合照 金华也慢慢安静下来 我心中一酸 抬头看了看阳台上的鬼衣 在月光下飘飘呼呼的 我仔细盯着那袖着的鬼脸 既然是找新娘 为何五官之灵应有七八分想 不出意外的话 我下床走向阳台 将鬼衣卷起来 衣服的夹层显露出来 双面秀 而背面秀着的人脸 竟然是金华的脸 正反两个脸 阴奉扬为 金华扶着脑袋坐了起来 晚月 我走回她床边 扶着栏杆 你还是不准备说实话吗 金华 方絮的爷爷 是不是早就找到你了 她脸色飞红 神情却挣扎 我指着窗台上的鬼衣 万鸣与你互相信仪是不是 虽未挑明 她却早已把你当成她的伴侣 所以对外宣称 已经有女友 还有 你也早知道 方絮的爷爷 给你和万鸣与 定下了姻亲是不是 她别过头 眼泪速速地掉 这都是我自愿的 我叹了一口气 一掌打在她的额头上 我看你是得好好醒醒了 万鸣与这些天 费尽心思地想要救你 你却和要害你们的人 沆瀣一气 她将头扭回来 你怎么知道 我又拍了拍她的头 傻姑娘 将死人和活人结下姻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经过鞭吃 烈火炙烤 油锅等无数痛苦的刑罚 能受者可相伴万万事 不能受者堕入畜生道 或灰飞烟灭 方絮的爷爷 自然是不肯孙子受这个苦 于是她上报杨凤英维 一件诡异两庄婚 想要先让万鸣与和静华 先承受两份天罚 但是两份天罚下来 他们两个必定会被灰飞烟灭 然后利用法器和邪术 让方絮和灵音这对 可以浑水摸鱼过去 躲过天罚 那晚万鸣与和方絮 无意存活 刚死的灵魂 常常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徘徊 所以万鸣与有时能清楚地表达 向我传达求救信息 有时候却只能被方絮的爷爷操控 他说 鸣与很痛苦 他爱我 想要和我永远在一起 他说 只要拿走你的鱼精石 就没人能阻止我和鸣与在一起了 静华眼中盛满泪水 我伸手失去他眼角的泪 他爱你 但是他并不希望你陪他一起死去 他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我去买纸人那天 遇见的是逃出来的万鸣与 他说他被方絮的爷爷用邪术拘禁 他求我能帮帮他 解除你们之间的婚约 他想让你开心地活着 可是没想到 你早就被方絮的爷爷蛊惑 那天万鸣与因为跟我说了太多 不该说的话 被抓了回去 关进葫芦里 吸魂射破 万般折磨 我今天将会有香灰的茶水 倒在了葫芦上 他只剩一点自我意识了 方才他被操控着过来 与你行方式 我只是用了醒魂术 将他仅剩的一点意识唤醒 他知道无意识的时候伤害了你 非常痛苦 静华将头埋进被子里 那团黑雾退开又飘近 轻轻附在他的后背 似乎是安慰的抚摸 静华似乎也有所感觉 猛地抬起头 是他来了是不是 我点点头 那团黑气却猛地被拉出窗外 他只来了一魂一魄 大部分还都在方絮的爷爷手中 此刻他又被抓走了 静华哭得哀气 是我害了他 救救他 婉悦 他抓紧我的胳膊 我将他抱紧怀中 对不起 我就不了他 隔壁床上 灵依因为我白天对他用的香 依旧在深睡 这样也好 省得又被那老头蛊惑了 夜风阵阵 拍的窗户阵阵响 明晚就是取七夜 若是我的猜想是对的 那此劫便可以解 若是我的猜想除了误差 那便真的毫无生机了 第二天 我又去了郊外 同一个地点 老板 我要四个指人 一男三女 老规矩 别给男的开眼 老板高兴地硬着 这怎么跟上次买的一样 我尴尬地挠挠头 上次的在路上不小心磕坏了 老板点点头 一边八卦地凑上来问我 上次你在这遇见的朋友还来吗 他上次买的可都是硬货 可是让我这小店大赚了一笔 我上次说 要加他的联系方式 今后好合作 他拒绝了 要不你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 你知不知道 他买那么多硬货 是准备对付什么邪门东西的 我瞧他年纪轻轻的 莫非是家传高深法术 他说的是万名语 我扯出一丝勉强的校会大道 老板 他今后可能不在这里了 不来了 那他去哪 我这也可以邮寄的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哦 我懂 出国了 确实 我这小店发不了国际快递 我心中苦笑 他要去的地方 天上地下人间 再也找不到了 那些东西 不是为了对付什么鬼魔 都是他给自己准备的 犹如未情饮正久 这种阴婚 破解的办法只有一个 鬼新郎魂飞魄散 错骨扬灰 那么姻缘自然会断 人间的新娘也可安然无虞 他为了保护静华 选择了牺牲自己 哎 你的东西 这次可别弄破了 我应了一声 接过东西 出了小店门 迎面吹来一丝凉风 我打个寒颤 脑子里闪过万名语 和静华的那张合照 画中少年那样青涩 年少的喜欢 到了如今还未宣之欲口 还记得那天他站在这里 长久疲惫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光 世怀一般对我说 幸好我还未向静华表白 他也不用多带着一份伤心 继续生活了 一股酸色涌上心头 他还不知道 静华也心悦他 两个胆小的人 就这样错过了 我裹了裹衣服 朝着郊外的养殖场走去 大约是傍晚的时候 我提着一大桶生畜分泌物 捏着鼻子走进了寝室 林音 你快脱下来呀 你这是干嘛 林音 隔着门 就听见了静华的喊声 我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 推开门 只见林音吃得笑着 头发散乱在额前 身上套着那件诡衣 静华在一旁边害怕 边劝着 看见我回来 他似乎是看到了救星 婉月 你终于回来了 你快看他 我眼前 我走过去 挥起拳头 罩着他的脑门 砰 打得他也不诡异地笑了 直直倒了下去 还是这样简单粗暴 我招呼着旁边 已经呆愣住的静华 快 把这件破衣服 从他身上扒下来 静华慌忙地蹲下来 不一会 我们俩就将那件衣服扯了下来 随后 我叫门外的一桶粪便提了过来 戴上手套 将灵音放在床上 我和静华一人站一边 婉月 真的要这样吗 她犹豫地问我 我点点头 一手豪起一坨大粪 开弹 我们两个哼哧哼哧忙活大半天 将灵音全身上下 里里外外涂满了大粪 随后 忍着恶臭和恶心 我和静华将剩下的大粪 涂在了自己身上 一切完毕之后 我将指人套上鬼衣 将生辰八字和红线全都写好 绑好 大功告成 婉月 上次方旭的爷爷跟我说 指人这法子 对他没用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相信我 随后 我在指人的口袋里 放好几颗烂透的银杏果 只等守株待兔了 凌晨 我和静华躲在床上 登登登 一阵诡异的脚步声地响起 随即 整个寝室像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磁场里 唢呐的声音响起 刺耳的笑声回荡 仿佛真的到了取亲现场 方旭穿着大红色的新郎服 抬着脚尖 走路诡异 眼睛紧闭 嘴角却裂着 他在四处搜寻 忽然 他在灵音的床前站顶 我和静华吓得大气 也不敢出 他歪着头 像是在打量 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 莫非我想错了 但是下一秒 他就绕开了灵音的床边 走到了裹着诡异的指人面前 笑嘻嘻地将手中的红盖头盖了上去 唢呐升起 天旋地转 一事已成 寝室恢复如常 我和静华手脚冰凉 选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婉月 真的骗到他了 我笑了笑 找寻物品 除了用眼睛 还有一个就是嗅觉 那日我去找那老头 看着关着方旭的屋子门口 种着的银杏树 果子都熟透了 散发着恶臭 为什么要把方旭 安排进这样一间屋子呢 就是为了锻炼他的嗅觉 而灵音和静华 被算进那天扑面而来的臭味 也是熟透的银杏果臭味 第二天 灵音醒了 他脸色很不好 似乎是做了一场噩梦 他走到我身边 对不起 婉月 我都知道了 我大手一摆 原谅了他 那香虽然让他熟睡 却也没有拘禁他的意识 发生了一切 他都知道 没事 原谅你了 但是我不原谅你 他忽然很生气 婉月 你竟然在我身上抹大粪 随后 我俩一阵打闹 那明雨呢 静华突然问我 我停下打闹的动作 昨夜 明雨并没有来 也就是说 我们的婚约取消了 他抬头 眼中盛满泪水 我走过去 抱紧他 婉月 他是不是已经灰飞烟灭了 我揉了揉他的头 哪有 别瞎想 他早就获救了 人家说不定 现在已经投胎成功了 这是万明雨 拜托我的说辞 他抬起头 满眼遗憾 可是 我还没跟他表白 又挖得哭了起来 我看着天花板 心里酸酸的 他听不到了 时间 再也没有万明雨了